神秘的湘西风 说起湘西 首先都会问你会不会赶僵尸 或者会不会下谷 其实湘西还有很多美丽的民俗文化 不如今天来个湘西风 1.去二舅妈地里挖几坨泥巴扶上墙 地面也不扑木地板 全是甲犬重灾区 不如还是丢几坨泥巴 再厚着脸皮找二舅妈借几根方管汉框架 下面再用几根立柱把它支撑起来 上面铺上12号光化玻璃 搭配专业灯光更有氛围 再把孩子的宠物放里面 防止宠物乱跑 靠墙再去二舅妈家搬几块青砖器矮墙 铺上透气排骨架 透气不返潮睡觉才舒服 再到二表哥家搬个松软床垫就是床 再找二舅妈借几根木头 做床架更有氛围 靠墙贴软包睡觉才舒服 床边挂个铃铛 地鞋又比歪 床下还能收纳日常杂物 空间一点也不浪费 装几块不连挡灰尘 2.再到二舅妈家拉一些青砖器里面 端头做书桌 这里就是孩子的学习区 孩子努力学习 传统的优良传统一定要专业 窗帘装在窗户里才节约空间 端头延伸做个party 孩子每天练一夜 寨子里考试轻松打第一 坑里还能丢点木炭 孩子上刀山下火海全拿第一名 靠墙坐衣柜 上面存放过寄棉被 下面收纳孩子帅气的上衣和裤子 孩子再多的衣服都挂得下 关上柜门打灰尘 实用颜值高 孩子的战袍中间逛 归黄战技就靠他 这样的卧室不仅体现了乡西的传统文化 也非常符合孩子勇敢的气质 实用颜值高 也许这个设计不适合你家 那就手机安个住小邦 直接点设计我家 直接搜小区名 一秒匹配你家户型图 免费生成专属你家的3D设计图